主料,豆腐500克,海粒子250克,辅料,油,盐,姜,葱,味精,香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一斤豆腐,把豆腐切成块,把海粒子用水清洗,把葱切小段,将切碎,香菜切断,锅里加上油,豆腐放进锅里煎,把过面再煎, 是两面都成金黄色,煎好了转到盘中备用,油烧油放葱花爆锅,爆出葱香味道,锅里加适量的酱油,锅里加适量的水,把煎好的豆腐放到锅里,海粒子,煎姜,姜,金盐炖6分钟,再放进味精,葱花,香菜即可,装进盘里的上桌了,烹饪技巧,锅煎豆腐和一般家常炖豆腐口味不同,口感好, 敬略快,色族鲜美,也可以做红烧豆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